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们 接下来将是一次古典与流行音乐的美好交集 把舞台交给两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周远 这位是我们著名的音乐制片人和作曲家黄运人老师 谢谢 那么通过我们最近这两次的rehearsal排练 我对我们的黄老师Eric老师有所了解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很好奇知道 黄老师之前到底有没有学音乐的背景 那么我跟他聊过 我听说过他在小学的时候有学过钢琴 但是之后被老师扫地出门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前面 我觉得大家很想听一下你的故事 还有为什么继续有这么热爱音乐又开始创作 对 我七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叫我和我姐姐去学钢琴 然后她也一起学钢琴 然后学了一年后老师就说跟我母亲说你跟姐姐可以继 然后这个你不要浪费你的钱了 然后叫我 就从此叫我不要再学钢琴 因为当时候我对这整个东西没兴趣 然后也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要在那边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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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做这个东西 你觉得古典创作与流行音乐创作 它的想法和出发点有什么不同呢 我昨天有跟苏老师有谈过 苏老师就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评论 所以她有访问过很多古典音乐人 我就问她古典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她就告诉我 她觉得古典音乐在作曲的时候动机是要把艺术放在音乐上 用音乐来创作艺术放在音乐上 但对我来说 我其实虽然我是一个乐手 但我觉得我第一个是一个音乐爱人 我是很喜欢音乐 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热爱 我是喜欢热爱才学音乐 所以我们是做流行音乐 我们其实我们的东西 刚才我们那些歌你们听到的 其实是有些歌是我跟小韩一起写 然后小韩是一个很著名 新加坡最著名的写词人 她今天也在台下 就坐在那边 第一排 对 你听到很多林俊杰 蔡建雅 连韩国团的XO那些歌词 然后9% 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很多那些韩国队 或者现在中国很多那些男团 也是她写的词 所以我们两个的出发点是 我们要为人民服务 我们写歌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想 我们不太想那么深奥的art的东西 我们在想我们怎么可以打动 不懂音乐的人 就是你们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 去创作 对 所以我们创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 如果这个人不懂音乐 他会欣赏我的东西吗 所以昨天跟苏老师聊过后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流星音乐跟古典音乐最大的差别 但我也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古典音乐人 像朗朗 朗朗就很厉害 我很喜欢朗朗 然后我喜欢朗朗不是从古典那边 我是因为听过 她的那个创作 但是她加了很多她的古典的知识在里面 然后我就很佩服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营养的流星作法 但我身为一个古典的演奏者 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很喜欢流星乐 但我相信有一部分人群 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流星乐 或者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project 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你可以简单的大家跟我说 创作最重要的几要素就是如果是零基础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是觉得 因为我认识很多流星作曲 这样嘛 像例如蔡建雅 她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她第一张专辑 她做第一张专辑 是因为很多人取笑她 她不会弹乐器 因为当时她真的不太会弹乐器 所以她要证明给朋友说 我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创作歌手 所以她一气之间把很基本的吉他学了 然后用她来写很朗朗上口的歌 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圈子 所以刚开始写流星乐 只是用基本的一些简单的和弦就可以 假如一四五级 或者是一些很简单的和弦 就可以开始创作了吗 对啊 因为我刚才和我所说的 我觉得我们做流星音乐 我们是要达到不懂音乐的人 来了解我们来做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做的太深奥 一次把我们全部的power推出去的话 他们可能听不懂 所以 然后我再觉得 因为我也是乐手 我也是弹吉他的 但我也是写歌的 我觉得我在写歌的时候 还有在编曲 或者在弹吉他的时候 我在用脑的不一样的部分就是了 对啊 所以可能我 那你的创作灵感或者写作的地点 是无处不在吗 还是你需要一个特定安静的空间 我12月的时候 有带我的女儿去迪士尼连 在上海的迪士尼连 她觉得上海迪士尼连 比日本的迪士尼连好玩多了 对啊 我就在那边玩 然后拍长龙嘛 每一个好玩的要拍一个多小时 我那天就写了一首歌 所以在排队的时间 就写出来一首歌 因为我觉得 我拍一个多小时 没事做 还是啥歌写好 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 就一个中国蛮资深的一个歌手 就刚好微信 我说 我最近专辑要写一首歌 你可以写吗 我说我正好 现在很有时间 我可以帮你写 你要整张专辑都写都可以 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仪器 或者东西帮助你 你是如何做到写歌的 是你写出来melody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 因为我做音乐二十多年了 到今天我还不会看谱 我也不会写谱 那你是怎么做的 我都是用记的 我都是用记 然后我任何时间 我的电话都可以录音 所以我都把东西录进去 然后因为我写歌写了那么久 我也编曲嘛 所以我现在在写歌的时候 我也不需要什么乐器 我在写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到 哦 鼓在打什么东西 然后钢琴在做什么 我就是在脑里 对啊 有时候我会跟我一起合作的歌手 开玩笑 就是像周华健嘛 说 哦 哥 做完了 我说 我做完了啊 在哪里 在我脑子里面 对啊 我还没做之前 我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的那个structure 你已经明白了 对啊 所以如果要是大家 也是有流行爱好的 我觉得可以就像 黄云仁老师说的 有任何一个想要的一个旋律 脑袋里出现的旋律 先录下来 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如果你们对创作 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是 像我说 你要把你自己想成 你学过的东西 但其他人还没有学过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中间点 然后流行音乐 就是简单嘛 所以如果 这几天跟周韵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是发觉 他很努力地配合我们 但如果叫我 刚才弹他 我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基础 基础嘛 基础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要把这个基础放在 怎么把它弄成好听 但简单 但好记 对 我觉得那个是 the secret of 秘密 就是写流行歌的秘密 然后我觉得现在 是一个很好的 的时间 是因为 中国市场太大了 对啊 我这几年 一直被说 邀请到 瑞典 韩国 不同国家 去跟他们一起交流 是因为他们对 我们这个 中国的市场 很有兴趣 然后你们都在中国了 你们应该要拼命 所以大家可以抓住机会 对啊 万一是下一个作曲家 也没准 流行创作人 对啊 我们学校就是 专注在 教怎么创新 怎么创作东西 创作歌 或做编曲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来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学校叫 亚洲音乐学院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齐天音乐学院 都是在教这些创作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也希望 通过与黄运人老师的对话 有 我知道有很多 有流行爱好者的朋友们 我希望你们从我们对话当中 找到一些你们想要的答案 然后实践下去 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下一位演奏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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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